为什么说生在林立圣时代的球员是一种悲哀 因为他们极有可能会压制你整个职业生涯直至你退役 甚至你已经退役 但他们仍旧在给年轻一代球员上课 而在这些被压制的球员中 韩国选手李东根就是典型代表 当年的一局 是神是鬼都在秀 只有东根在挨揍 就是李东根整个职业生涯的缩影 即便是曾经的天王已经老去 却依旧难逃挨揍的命名 2019年瑞士公开赛南丹八强赛 林丹再次遇到了自己的老对手李东根 此前双方交手十次林丹 九胜一副占据绝对优势 而李东根这仅有的一次胜利 也是林丹在美国公开赛上殷商退赛 如今面对已经老去的超级丹 李东根是否有机会完成复仇呢 首局比赛开始后双方打得十分胶着 两人一上来就是一个超长多拍回合 双方比分从一平交替至三平 不过三平之后林丹便开始发力连得三分 虽然李东根在后面紧咬比分 但林丹还是领先进入局限 十分之啊 这场项目是过了 经过短暂休整后双方继续下半场的比赛 在东根的不断努力下 双方的分差不断被缩小 甚至完成了反超 双方的分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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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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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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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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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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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比赛双方一边在站 刚开始双方依旧是打得难分难使 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林丹再次掌握场上节奏 不断将分差扩大 不断身 不断身 丹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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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回来落后的东根背水一战 竟然又一次将比分缩小至一场 不过这一次林丹没有再给东根反超机会 直接掀起一波攻势连续得分拿下第二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好 好 跑 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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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正手杀直线得分 林丹便以21比17再度拿下第二局 2比0击败李东根成功晋级八强 不得不说此时的林丹已经36岁 却依旧能对29岁的东根手拿把掐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单神的恐怖之处